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想分享的是白月用什麼 我發現這個系列是非常多朋友喜歡看的 所以繼續吧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我這個月用了什麼 很想跟大家分享的話就不要錯過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吧 首先出場的這兩個都是雙敏度極高 來自台灣的品牌 有大配的奶凍和24小時的內衣褲 首先說這個奶凍 因為當時是瘋腸的 我買了三個是自己比較有興趣的色號 分別是荔枝、山羽和芋頭 他們的質地很有趣 它介乎是一個果凍或是一個豆泥中間 其實你用很少大約這樣 然後推開 你會看到是極度薄一層 但是做到一個毛孔修飾了 然後提亮 調色的效果 另外一個是荔枝 完全沒有色的 你只會看到這裡的皮膚是滑了 然後立即是滑了 有一個濾濾的感覺 然後去到山羽 這個一樣是白色 但是推開的時候 有刺刺 真的超級刺刺的提亮感 是你肉眼很難看到 除非是自己看自己的皮膚 你才會覺得 我自己用的感受 第一就是它的質地從來未遇過 那種提亮、調色、遮毛孔、平滑皮膚 真的好像你用了IG的濾濾 在臉上一樣 所以我覺得在掃顏的時候使用它 是令你變成一個非常漂亮的掃顏 但是我後來用一下發現它只適合在掃顏的時候使用 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用任何的底妝再加上去 不會起掃顏膠碎 不會打膠 但是它會令到那些底妝很快便變 可以大約三個小時之後 我臉開始有少少裂 有少少浮粉 總之是夾不到的 我覺得它不是一個底霜 不是一個底霜 所以我通常是塗防曬 然後用它再上碎粉 這樣就完結了 那一天我就不會用粉底液 很適合一些平時 其實不是會上全妝的朋友 它是做到一個令你的皮膚 自己看上去很平整的效果 然後它的遮瑕膏我也有買的 我覺得沒有什麼特別 所以也不放在這條影片分享 然後到我手上的內衣 它的牌子是24hours underwear 很有趣的 這個內衣是沒有分尺寸的 它聲稱是由A到E都可以穿到的 我買了四個顏色同一個型號 我拿了其中兩個出來 你會看到前面這個形狀已經有個胸型 但不用怕的 它不是那種內衣很厚 質地是很舒服 的確我是同意她說 是我穿過這麼多內衣最舒服 又滑又彈性很好 它的肩帶也是可以調節 然後是一體承認的 沒有任何扣 它是基本上做到隱形的 不會有一個很明顯的內衣印的 然後就是它這個杯位 我真的覺得神奇的 我跟媽媽是相差了好幾個尺寸的 然後我就跟她說 我買了一個內衣 在我穿到之餘 她說你也穿到 她不相信 然後她穿了給我看 是說她真的穿到 而且是沒有鬆 沒有離罩 沒有不舒服 然後我穿的時候 的而且確 我會覺得她的承托力 都沒有那些有鐵線的那麼好的 她不會去到很挺身 她也有少少微微向下 因為我也是有肉的 所以我會形容她 為一個比GU更加好穿 更加舒服的版本 是一個bra top類 我不會說她是一個內衣的那種 我都沒有拆過出來 但我看到是可以拿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咦? 不是呀 它連著了 它是拔不到整個出來 但可以看到 它是薄身的 不會說很厚 或者是A穿上去會變C那種 不是的 它是舒適為主的 還有這條的無感失憶內褲 那我就為了衛生 留了一條是完全沒穿過的 也是現在那種的無痕內褲 穿了出去之後 穿貼身的裙和褲 都會比較偏向隱形 就算這麼淺色 它也不會透出來的 所以如果你是買開這個內衣 你想配上內褲 我是有買這個顏色的內衣 配上一套我都覺得是非常之不錯的 穿出來也是很舒服的 然後是韓國牌子 我上次讀錯了 這次沒有什麼信心 FWEE 它們最有名的就是這個Boudin Pot 但是我會覺得 它們這一款的雙色胭脂是更加好用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用到這麼噁心 如果你又用它 但是覺得它不出色的話 嘗試一下用這一種的手指粉泡 你按下去拿色 不用怕的 它會震出來 但是你可以推進去 當它拿到差不多的顏色 拍上臉 你會看到它的紅潤感 是慢慢地 建立出來 完全是皮膚散出來的感覺 我這一盒是非常之自然的 它的色號是ND01 沒有任何技巧的拍上去 就會是超自然的 一個胭脂一個血色感 之後呢 如果是我另一個CR01的顏色 就會比較偏橙一點 它塗出來也是會顯色一點的 但是你看到它的顯色 都不會太浮誇 或者是塗幾下 已經變成猴子屁屁 要立即去想想怎樣補救 不會的 是有個元氣感在的 我再加一點大家 可以看到效果 是一點都不會奇怪的 所以我會喜歡它多一點 然後這個布丁波 它不難拍開的 用手指一路這樣推就可以了 要拍到它完全blend in的話 都需要一點時間 加上我最care的黑眼圈位 在這裡 我不想這樣一路拍它 我很害怕 所以這個我比較常用是在嘴裡 它做到這個粉霧的唇妝都蠻漂亮的 然後另一樣想跟大家分享的化妝品 就是Mascara 最近呢 我試了FASIO這個新系列的Mascara 好用的 它輕身 持久 很發乾 不會容易 弄多眼皮 但是呢 我今天主角不是想說它 我給大家看是因為這個包裝 實在是太美了 好用的Mascara現在不難找 我今天想主要說的是它另一支 也是FASIO的 它的包裝呢 就平實很多 但是 它最得我心呢 是這個掃啊 看到嗎 超級油 我給大家對比一下 就會知道的了 它是比起平時的Mascara 幼足 我想有三四倍 大家如果跟我一樣 都是沒有下眼睫毛的 只有幾條毛仔 比BB 你就會明白這個Mascara 是多麼重要 它可以全部 每一個的眼睫毛都掃到 如果用一些比較正常的Mascara 我不夠膽很仔細地掃 因為掃多幾下 就會是 灰化眼皮 灰化眼妝 或者是 那些 我好辛苦去遮的黑眼圈 它一灰化了 我又要抹一抹的話 那些黑色就會染在眼底 又會變回一個黑眼圈 總之是一個很悲慘的輪回 但是用了這個 它這麼幼 是非常之好控制 每一條的黑眼睫毛 是很輕身 很快乾 不會一眨眼 整個都在這裡 印在下面 我真的很喜歡 如果你都會有困擾 下眼睫毛 不知道怎樣塗 的話 真的可以試一下 花時用的這一款 之後就到 Skin Care了 因為很多朋友 都想我分享關於 濕敷棉的看法 我用了幾款 例如 會有Medicube的粉紅色 正方形 有這個 綠色是ABIB 也有剛剛新加入的 3D Cosmetics的眉針 其實我用了這麼多款 我自己是蠻喜歡它的方便性 因為 早上的時候 你貼幾塊在這裡 可能喝水 做其他事情 然後再抹一抹 你就搞定化妝水 再加精華兩個步驟 之後你想不想霜 就自己看敷放去決定 或者看你用了哪一種濕敷棉 是看情況的 再之後 就是擦防曬 就完成了 所以 我是用了 差不多 剩下一點 想跟大家分享用口感 例如 這一種 它正方形 我會比較喜歡 因為 它的位置 會比較大 你用一個 就會是整塊 這裡 已經遮蓋到 圓形的 這一種 它會有些角落位 是它觸不到的 我用了這段時間的濕敷棉 我開始發現我的黑頭和粉刺是出回來的 是超級晴天霹靂的 因為之前我是用去角質的化妝水 擦完 就會濕敷通拿 然後我以為這一種 你看到它擦到的 它是有少少像沙布的感覺 我會覺得它是去到角質的 誰知道 不是好得 我最近去做一個皮膚分析 它說我的角質層是厚和慢 我覺得是因為我沒有用到去角質的化妝水 一段時間的退步 所以如果你想代替一些化妝水 再加上精華 不是一些專櫃非常補水的化妝水去濕敷的話 我覺得它是OK的 但如果你問我用一些專櫃貴一點的化妝水 精華型的化妝水濕敷 皮膚滲下去的補水力 是比起這些濕敷棉 我覺得是好很多的 我會在早上去做濾霧之前 我會敷敷完之後 塗一大坨的防曬 回來我會沖洗澡 然後會做我平時的護膚 我自從看到黑頭和粉刺多了 我開始害怕了 然後另一個護膚品 想跟大家分享 Estilada的一個晚霜 這個我喜歡到這裡和市區各有一眼 第一次我用的時候 感覺上是很潤很厚的 但你看到我用了很多 已經是半眼了 就是因為我覺得它的厚身 反而變成它的優點 雖然某程度上 我會覺得它的質地 未必是每個人都喜歡的 它會比較上挺身 柔潤但很滑很好推 不過它這個滋潤感和厚度 可能油肌的朋友 未必是可以一時三刻接受到的 但是乾肌 輕熟成熟肌 所以你晚上用 你會覺得自己 好像被一些很棒的東西包圍著 然後你可以做到按摩 因為它慢慢會吸收 它不是一聲吸收 在這個時候 我為什麼會突然間 這麼喜歡它 就是它很適合 BOOSTER PRO 大家都有聽我上個月 是分享過的 它是要用很多精華 它不停吸收 我自己也不是用導入模式 去用這個霜 我主要是用精華 或者面膜打圈去做導入 但之後的MC Mode 或者叫Derma Short Mode 一個彈力模式 就很喜歡配合 Astilauda的晚霜 現在其實已經吸收了 薄薄一層 但是如果你塗口少少的話 你用這兩個模式 它是完美地做完 提升和彈力模式 然後它吸收了 又不會焗 不會覺得上面油膩 然後不舒服 第二天起床是出色 又不會的 第二天起床的光澤感 是非常漂亮的 我覺得這個晚霜 它是主打一個 晚上除了會真身膠原 其實原來會流失的 所以它是可以補充 不只是加一個膠原 它是可以阻止它不流失 所以我覺得用完之後 皮膚的細緻度 光澤度 是全部都有所提升的 對於我這一種的膚質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的 然後下一個 就不算是護膚品 它是Canvas 它新出的一個蚊帕水 超漂亮的 它是Miffy的 他們最近跟Miffy有很多的交換 其中這個蚊帕水 超喜歡的 然後它噴出來的時候 不是那種很泰國的蚊帕水 它是有一個草本的味 不是花香味 但是呢 因為它是天然 小朋友都用得 所以我自己覺得皮膚敏感的人 可以試一下這個 因為有些蚊帕水 我噴完也是很癢的 早前下雨 我的小農場 是很多蚊子 蒙 上面有一點癢 被咬的感覺 我就噴這個 是好了很多的 而且你會看到它的噴嘴 是很冒化 完全不會有水滴 所以我覺得它這麼漂亮 而且很便宜 它是$68 又這麼大 40ml 所以這個是我最近很喜歡的 到最後一樣 就是這個 FANCO的女士30家 綜合營養保健品 這個我在日本買的 它在日本的售價 比起香港 現在的匯率是便宜很多 所以我當時是買了三包 然後吃了已經兩包 最後一包 我遲些都要補貨 我喜歡它的原因 就是裡面一包一包 獨立包裝 有七粒不同的製品 這邊應該看得清楚一點 我看看是會有魚油 有鈣 有膠原蛋白 維他命C 美鐵 藍莓精華 還有維他命B 植物性乳酸菌 生物素 醃酸 維他命B12 D3 總之你一天內需要的補健品 你一包就完成了 我吃下去的時候 就不覺得個人有什麼不同 不會說我整個人是健康了 然後強壯了 沒有這種感覺 但是呢 當我鼻敏感發作的時候 一樣是會發作 但是他不需要做很多事情去 recover 他可能睡一晚就好 沒有了這件事 我覺得那個的康復程度 個人的修復力是好了 全部都是小小的 又容易吞 所以我早上 就會是一起床喝完水的時候 就會吃它了 我試了是停止其他的濕田紋沙 沒有吃到膠原蛋白 我就覺得他的抗菌是沒有一些專門的抗菌 令到皮膚脹漿 但是呢 如果你說他的維持度是OK 他沒有令到我跌 跌得很厲害 但是只不過 當我是又不夠睡 然後又狂喝酒的時間 他不可以這麼快崩起 但是以這個價錢 有這麼多東西 不用選擇 我就覺得非常之方便 他是有分不同的年齡 我是吃回30家 可能接下來要買向四手 然後媽媽是吃60家 價錢是真的雙倍的 他每一個不同的年齡 裡面的東西 我看過是不一樣的 他就寫一日是可以一至兩代 但是我就覺得 不要那麼進取 都是一日一代 還有兩代的話 我就覺得價錢有點大 所以如果大家是有興趣 又不知道自己是需要些什麼 Supplement食的話 他這個綜合的保健 我都覺得是不錯的 除了在一些百貨公司 其實在機場 我看到他一盒一盒賣 你最後臨走的時候 醒起 都是可以衝刺的 對了 那今天就沒有任何的食物 因為上次的龍蝦湯和臉 實在太精彩了 未有東西可以超越到 所以今個月就是這些化妝品 護膚品 然後Supplement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的 有些什麼燒到你 或者是你都覺得很好用 想燒回我 不妨留言告訴我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訂閱